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盛顿的局势也是很有洞察力 现在中共好像兵分养落 什么叫兵分养落呢 就是准备把盈利达成的协议 中共觉得可以让步 对它自己本身没有根本性的伤害 比如说结构性的改革 放在另外一部分谈 就是说地缘政治分开谈 先谈盈利的 所以昨天美国的媒体一天下来就是 像顾三车一样的 星期四 顾三车一样的转转转 最后面川普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说了 他希望跟习近平达成全面性的协议 但是呢 也可以考虑达成有限的临时性的协议 也就是说中共准备分养步来走中美贸易谈判 您注意到了吗 嗯 注意到了 这个反正就是拖嘛 嗯 如果这个川普答应分阶段的协议 就证明了中共这个脱制却 这个战略 也是成功的一半 嗯 也是看死了这个川普 你有一个竞选连任的大限在哪 你不跟我交代 不跟全国交代一下不行 那其他什么开放互联网 什么让美国资金进来这个 像中国的金融银行系统 什么保险 这个绝对办不到 与虎谋批 我看到现在美国心里也知道 这个是办不到的 但是要交代 嗯 但是如果办不到用下一步用什么样其他的 这个小动作来整理呢 那下回分解 嗯 现在白宫方面 您注意到了吗 好像英判最近有一点问题 除了这个博尔顿现在 好像已经离开了 因为他的很多政策性的川普是不喜欢 拉瓦罗 是不是下一个要要离开的人呢 现在就看着一个拉瓦罗 一个叫那个 Pottinger 这两个人是中国同 博尔顿呢 反正他的那个 注意力跟他兴趣集中在中东 他极力的是那种代表他 从那个美国总统尼克松 当总统的时候 他已经跟当时的副总统埃格柳 当白宫见习生了 他是经历过这个尼克松福特 里根 这么几朝的共和党的元老 而且是个铁银派 他主张必要的时候要动手 要亮剑 该出手时便出手 所以他主张跟北韩 盖一场 也要跟那个什么 这个伊朗要盖 结果反而川普不 不愿意盖 所以呢 这个国家 安全顾问 后来他这个 那种特别的银派跟整个内阁 特别是 跟那个国务卿 跟庞贝奥 不对劲 不对劲 我们看一下那个照片 庞贝奥出场的总是笑嘻嘻的 但是博尔顿站在后面 一张老脸 是黑的 让我想起 吴王福差 旁边那个吴子虚 庞贝奥呢 就有点像拍马屁 逢君自恶 这个对川普喜欢听的话 那纳瓦罗呢 他这个地位 是中共现在恨之入骨的人 如果纳瓦罗辞职的话 那可能就是意味着川普对中国的 这个态度可能有所转变 但是到目前为止 看不出这个迹象 因为纳瓦罗 是跟那个 那个 努母亲 这些人 犹太人 是有点的 就是说矛盾 对 现在是 确实到了非常敏感 非常这个 关键的时候 因为就像英文说的 谁先眨眼睛 谁先眨眼睛 昨天 不是昨天 是星期四的 早上 就是开始是蓬勃通信社的消息 说五个消息来源 证明川普是愿意讨论 这个有限的和临时性的协议 然后到了几个小时之后 CNBC呢 就是 爆出来说白宫的一个高层人员说了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有一个 有限的和临时性的协议 于是到了后来川普总统自己出来说 有可能 所以大家都在追踪这个高层人是谁呢 后来才发现了 在这个对华经济决策的这个最近 几个星期来 最坚定的认为 要这个 罗斯七宗罪 要追究中共七宗罪的 最高层的经济的 内国成员 就是 拉瓦罗 是啊 拉瓦罗是那本 这个叫Death by China 那本名著的作者 他对中共的性格非常了解 对 他非常了解中国 非常了解 而且呢 他强调什么其中罪 尤其是他指控这个中国长期啊 偷卸这个 美国的高科技 那么现在呢 就看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取缘呢 现在这个 这个川普很奇怪 慢慢他也有点中国宫廷的色彩 也准备要搞一言堂 因为他这个性格是 是不看不起专家的 对 博尔尊跟拉瓦罗都是专家 而川普本身是个成功的商人 他觉得他当总统两年来 他以他自己的聪明才智 都已经把你们这个什么外交啊 或者你们几十年搞了这中国的这个什么 外交啊 他觉得他已经磨臭了 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坚持我要建金三胖 你们反对没用 我就把他当的黑社会头头 我就来跟他两个人私了 这些是都是 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说的 unprecedental 跟美国总统的身段 跟那个身份 极不相称的种种的行为 但是他 他一坐进白宫 就说他是个破格的人嘛 所以呢 现在呢 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 这个这个时刻 就看他川普啊 有没有这个定力 也许这个人到了70岁左右 70岁以后啊 情绪是有点变化的 或者是脑退化的 这个早期的象征 是一种个人的偏执的 可能川普会不会有这个倾向呢 我看是开始会有一点的 因为你不能够把博尔顿这种几十年的专家当口批的 你的他的意见你还是值得参考 而且你说你不用他 不用这样羞辱他 羞辱他对不对 你就让他自己递交辞职信就算了 他非得要说这个是我把他开掉的 这个就有点孩子气 证明这个人呢 就是说要要要 有时候做事做的比较绝一点 而且他现在对习近平的了解 是不是像他那么有自信呢 我都有点怀疑 你上来以后当了总统 对中国的了解是不是 抵得上一个纳瓦罗呢 我很怀疑 他这个在 白宫南草坪星期四的时候说了 他说 他中午跟这个蓬佩奥吃饭 他本来说了 要蓬佩奥呢就是你就把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一起监督算了 我们知道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嘛 记性格不出现 对呀 那么没想到蓬佩奥说了 我还是希望跟一个人合作 当然因为蓬佩奥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因为他想离开白宫啊回这个Kansas去选参议员 这样的话呢 2024年他可能想出来选这个总统 然后川普总统后来跑到这个白亚这个草坪里面就跟记者讲话 他说 哎呀有十几个人要我这个职位啊 安全顾问了 因为他们太好了这个职位 因为什么事情呢我都决定了他们什么事都不要干 所以这个有这种一言堂 他到底是不是这么神呢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治理这个世界有时候 要需要避免一些官僚的那种繁文如简 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像他那么样说的这么简单呢 当然不是 对 现在 从下个星期啊 就是中国的副部长级的官员就会到华盛顿 然后10月1号以后 那么刘鹤的团队会来 刘鹤的团队是有哪些人呢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因为美国方面是希望易纲也去 因为涉及到会议操纵国的问题 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团队现在也不确定 因为要谈结构性的改革战略改革 有人说是 这个叫余建华 有人说是王金山 也有人说呢 留到11月份的亚太金融会议 在智力召开的时候再谈 嗯 在10月初谈呢 大概也得要看看香港10月1号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呢 这个那个贸易部长说了 中美的贸易跟香港没有关系 嗯 现在说实在的 双方的底牌都早都亮出来 也没什么好谈 我估计现在就是希望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 刘鹤来就多买一点农产品 确实现在中国的必须 这个猪肉啊非常的这个紧张 大豆呢你不买美国的不行 说这两步呢先替川普解决了他那个 那个农夫票仓呢 那川普也会先 就是说先收的 先 就先接受 以后的呢 我想 随着时间呢 这个紧帕他得要明年呢 他没心思干这个了 明年他要全力投入选举了 所以我估计到了圣诞节以后他就会宣布 跟中国的贸易谈判暂停了 谈到这为止了 等我连任以后我有更厉害的杀招了 我想就会这个样子 那中国呢跟他签一个初步协议 暂时就先买大豆先买猪肉农产品再说 医疗用品先买这个再说 然后川普会维持 那些数以千一计的那个关税 会维持的